也就是过生活的 这没想着说 药物扬威的一些熏天熏地的 也不存在嘛 过来 这里有个狗 过来 过来 这个 这个是 过来 过来过来 给你给你给你 过来 这里拿了一条狗啊 这个狗是 应该叫什么 这个应该是 也算流浪了好饿啊 慢慢吃慢慢吃啊 这个是 边木跟泰迪杂交的狗 边木跟泰迪杂交的 它身上有边木的 这个 是个爪子白色的 巧克力啊 我一下就被我叫过来 有主人 不是流浪的 爬走了 嗯 你也老了不少 有吗 兄弟吗 叫啥 撒克力 我不知道 今天喝了不少 喝了三个 两个还没喝呢 两个还没喝呢 上午吃不完给狗吃了 别浪费了 闻香都露出来了 露就露吧 满分主播啊 真心话兄弟们真的是 走到这一步了也就 没有其他好的事情干 还得把老板捡起来嘛 但是你们有的时候啊 今天有个兄弟说了那句话 我心里面还是 听进去了 就说 小狼说的是吧 说 不播了 发个语吧 村里面说一声 真心话 不是我不愿意说 我也把这一点想到了 但是我再回头看一下 其实开直播都没什么人看 发了有几个人在观众里呢 就真的是 也给自己留个体面 有啥事情就小小的去办了 办完了 该回来直播 就还回来直播 可能这次时间稍微有点久了 他们这个某营上面 群里面 不是有个200来号人吗 就在问 我狼是不是退鱼了 是不是退晚了 怎么怎么 我也就给他们说 最近在忙 你们只要问的话 我就看到的话 群其实我都有看 我就会上来去说 所以你们也体谅 不是我不愿意 给大家发个公告啊 或者说给大家提前通知医生 真的是有的时候也 也想给自己留个体面吧 真的就是那么回事 不是不愿意跟大家去说 你说发个鱼吧能占多少时间吧 对不对 不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情吧 有的时候确实不好意思 发了没人关注啊 自己看这戏也听那么回事 还不如不发呢 是吧 欢迎五个 五个晚上好啊 这大半夜的咋来着呢 欢迎我五个 来来来讲什么 今天没喝多少 喝了三个 这第四个 你大别半夜的路边干嘛呢 一言难尽啊哥 五个你弄啥呢你 以前的户外老主播都凉了 是吧 下一个就是我啊 兄弟们下一个就是我 真的 但是 就算可能下一个就是我 我也不气你啊 还是努力 五个啊 好久不见了 有机会来长安转转呗 请我吃个饭呗 妈一点点想你们了 真的 五十人飞了 再过几年都看不到了 再过几年 你在远远的广东 我在美丽的青海 是不是 吵他妈 还 还能见到个啥呀 我长沙那个 嗯 有机会来美丽长沙玩 啊 我可能九月份以后 就不在长沙了 九月份以后 我可能就回 我老婆可能怀孕的话 我就 把我老婆送到那个福建局了 养胎生小孩 我呢 可能就在外面 这里跑那里 赚的 赚点钱吧 嗯 长沙我还真没去过 之前想去啊 来就完了呗 有时间了就过来呗 别的说不了 请你吃个饭 咱们一起小啤酒 抹两杯 喝两杯 是吧 老朋友去一句呗 阿芬跟你在长沙吧 对啊 我在长沙来一年了 嗯 这是在哪里啊 兄弟们 我就在长沙呀 我就在长沙那个 开服劇的融合国际广场 啊 我就住在楼上 然后今天晚上 弄了个新设备想 搞一搞 没搞明白 然后后来就喝酒了 我老家青海的 青海的青海的 不是青岛 青岛是沈东岭 青海是这个 一个沈 别说请不请的 就拒绝 哎 就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你有时间 杭少哥可能也有时间 到时候一起过来 咱们 找个小饭馆 吃个饭呢 喝两杯啊 聊聊天哪 脆脆牛啊 这不挺好吗 真的以后慢慢 你假如我小孩生下了 我真说实话兄弟们 可能今年 小孩没生下来之前 还能给你们 跑到这么直播一下 那里播一下 等真的小孩一生下来了 慢慢慢慢的 可能真的要回归生活去 啊 以后就 能见的日子就越来越少了 对吧 可以看看 等烧行杀手去 时间凑合就 你说烧行 烧行不就来了吗 你俩 你俩约呗 你跟我哥约呗 我哥 对吧 来 拍个吧 一说就出现了 那我好少哥 是不是 偷偷看呢 真的有机会过来 过来 老弟再不行再不行 请你们吃个饭 喝个酒 他妈 大几百块钱 小几千块钱 我还是拿得起 咱们吃个喝 聊聊天 唠唠嗑 他不好吗 对吧 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这样 就过了我们 可能过了这个年纪了 我今年三十二岁慢慢慢慢 就想着 哎呀 前几年还是挺好的 天哪海北到了 下几八跑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是吧 能跑 你说真生小孩了 哪还有机会呀 对吧 你 你不挣钱不行了 对吧 你这斗鱼挣不挣不了 那 你没办法 你不得跑到现实中去找工作去干嘛 不管扎钢筋啊还是啥的 你得挣家呀 对不对 没办法 所以赶紧来 我九月份就离开了 九月份我和我房租合同刚好一年 一到期 我就在长安待了一年 就撤了 下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去哪里 实话啊兄弟们 有机会过两天小家哥 小家哥是 中队哥是二十五六七八号 他说他有时间过来出差 我答应了他 我说我请你吃饭 然后呢小家哥哥从我上个月直播 我那个时候还没回老家也在 白天晚上也偶尔直播 也说正二十七八号他过来 他从香港过来 我说来了 你给我打招呼 我只要在 不说他妈也总会南北上 最起码吃个饭喝个酒聊会儿 没问题 有的人吧 这一辈子可能就见他们一次两次 没有多的机会了 离开去哪里啊 离开我就想着 不行就去云南转一转吧 哥 如果说明天小孩生下来 我可能我想把阿芬带着去云南 然后两个人在云南 做点小买买 顺便开着打直播 做点小买买 目前是这么想的 没有一条特别明确的出路 你也知道嘛 你老弟 人生地不熟 就认识直播家这几个大哥嘛 是吧 看你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方便 毕竟你有家庭了 我诞生了 都尝试一下 是的 慢慢弄呗 擦 是吧 怕啥呀 斯巴小弟 从唱天空之城开始喜欢你 那时候你还在吵CP啊 现在就结婚了快生娃了 我叔单身啊 我叔一直单身吧 路那么多找一条合适的 我不知道哪哪一条路适合我 我真的不知道 兄弟们给我推荐一下 你们觉得我做什么能行啊兄弟们 就你们其实是最了解我的人 甚至可能比我爸我妈都更了解 因为我爸我妈可能他对我十几岁啊 年轻就是小孩的时候比较了解 我自从出了社会以后 最了解我的可能就是我直播间这一帮粉丝 性格怎么样啊或者是 啥的 有些真还做不了 性格不大好 比一爆啊 是吧 然后这个大男子主义啊 就这些东西都是缺点的 改又改不掉 没办法也北方人们了 围炉煮茶适合你啊 哥我他妈围炉煮茶 我要长得好干一点的话也行啊 我一个大老爷们围炉煮茶他妈谁给我刷礼物啊 对不对啊 那不行那个 我这个感觉我做道士的话可以 做道士 欢迎茶哥 茶哥也来了 找个 你要找个大哥代代 要不看哪个大哥帮忙搞个培训吧 哎呦找个大哥代代 我操他妈 我找哪个大哥呢 是不是 大哥们都已经在网络上紧帮助我了 这个刷甲那个刷甲的 维持维持了八年了 今天还要维持一年 马上就要第九年了 你说现实中在找大哥 大哥帮我的话 对吧 你在边上弹吉他就可以了 怎么了那我走 不是你该刷个飞机了 我的意思是 今天都是一直在看一直在看的嘛 每次进来都不说话 啥的 搞一个吧 这一次就真正回来好好直播来了 你看得出来的嘛 不好好直播了就好好直播 整个飞机天天绑啥的一天天 茶哥耶 你是真不懂我耶 以前在上海现在混贵州去了 没出息 跟我一样没出息 喝一个 同名下来都是可怜人的 徐女某跟他们讲 你可以教吉他小舅妈弹钢琴啊 设备整得挺明白唱不了啊 没电了 今天电没空 今天 没准备 我给你们讲个讲个下 差点忘记 前两天老徐给我打电话来的 哎呀 阿老啊阿老啊 现在还在江西吗 哎呀 现在发财了 都把我们这些老兄弟都忘了 在哪里发财呢阿老 哎呀这个 这么久了也不知道联系一下 我是他个嘴 我说他妈 我说老徐呀 现在不好住 在湖南呢 哎我知道了 你跑去湖南了嘛 挣大钱嘛 把老兄弟们忘了嘛 啊 现在怎么样啊 啊 后来我就说 徐总呢 现在直播更不好做了 然后 就哄日子啊 我说你怎么样 你还有不好过的吧 啊 现在 培兄班也搞不下去了 我这 南昌市我 没有了 我现在跑到莲堂去了 跑到县里去了 老妹妹苹果 嗯 给我一种嘲讽 我操嘲讽 前两天 老徐给我争过来 老徐结婚了嘛 没有结啥糊 你知道你妈六十五十多岁 人结啥糊 结不了了 给我一顿嘲讽 他就 我就从他的语气里 我永远感觉到 就是好像 我 搞直播搞了一点钱 就感觉好像怎么样 怎么怎么怎么样 哎呀 没办法 吵他妈 笑死了 真的 真的 你说我都快饿死了 还发财 那我也 没有说 那我说 徐总有机会到这个 南昌的请你吃饭 老徐也不容易 现在五十多岁了 四十多岁 将近五十了 以后的路犯 他基本上挺难度 教学生教不到了 年纪大了 沟通能力不行 情商啊啥 这些方面又很差 也挺难 喝一个 孩子还上了吗 你喝酒 那我喝酒的话 孩子不怀我也能喝 对不对 孩子怀也能喝吗 医生说了我能喝 我就能喝 医生说了算吗 我说了不算 能不能喝一个 有没有兄弟喝一个 喝一个打个盒子 我看一下这会儿人 后半夜还犯他妈人多了 喝酒不影响怀 我羊了 要等到下个月了 不然我敢喝酒吗 干就完了 兄弟们你等我一下 我去给那个 路边的花花草草 稍微湿点肥 这两天天气瘦 挺感动 能不能稍微等一下 把镜头对到这边 哎呀OK 等我一下 这速度很快 来 来 谢谢 我 大姐 李庞 个子 大姐 大姐 那你是整个很无缘大姐 我平常很北京却有办法 自己却有在家带娃 有个抱抱 天主的皇帝 对面一天 覆盖 那是你 大姐 那是你 啊 那是你 这狗又来找我了 他还不吃了 过来 小鸡妈睡了没有 小鸡妈还没睡吧 小鸡妈还没睡吧应该 走起啊 我拉一泡尿 人给我跑完了 有机会了把五个叫过来呗 真的等今年九月份一过的话 后面没时间了 还剩多少叫 这一瓶喝完了快 还剩一瓶吗 反正还有一个议员兑换 怕什么 喝酒完了吧 茶哥你笑个锤子 你笑你点点笑 你跟着哈啤死的你 在贵州干啥生意呢 茶哥 待在老弟吧 让老弟也吃口饭吧 让老弟也吃口饭吧 这一天天 能不能心 别一天老笑 笑啥也笑 有啥好笑的 我看我茶哥还在贵州吗 感谢茶哥的飞机啊 哄吃等死 你来不来 公务员呢 公务员的话 说是没办法 太有天下了 感谢茶哥的飞机啊 哎呦 茶哥的飞机现在骗不出来了 真的 是在贵州 你们发现一个问题了吗 兄弟们 你们发现一个问题了吗 斗鱼自从更新了以后 他这个弹幕 你只要重新出去 直播间重新点进来 他把前面十几条弹幕 二十几条弹幕 他都复数一遍的 你们发现了吗 这就说明斗鱼拉了 没人了 以前是弹幕太多 简简化 现在是弹幕太少 他把前面十条还是二十条 复制一遍的 让你一进来 这部间感觉人很多 真的 这就是拉了的表现 这就是跟YY学的一模一样 越这么高越紧越这么辣 越这么高越越辣 是不是这么道理 对啊 就很简单一个问题 你不是说进步不进步吧 你斗鱼你是一个平台对吧 现在人家某一某手也是个平台 就不说别的 你主播的工资 人家是当天兑换 我今天挣了一千块钱 收了一千块钱的礼物 晚上了 我就可以把五百块钱兑换出来 斗鱼要一个半月啊 将近两个月才能给你发下来 那就很多的主播首先 他就不会考虑你了嘛 这个东西都要去改进的嘛 我操你不改进 你老想着 那不可能的嘛 那主播就没 不愿意播了 来得越来越少了 大哥就越来越少了 人就越来越 就成了死亡循环了 是不是 那最后就 就他妈熊马老鹿嘛 你得更新了 你就跟 跟他妈人家都用那个什么 1070了 4090了显卡了 你现在还在用茶屁系统呢 你就跟不上了嘛 就老化了嘛 很多东西不好玩了嘛 你说 把这些主播合同绑住了 定住了在那里播 有啥用啊 那个东西啊 人你留不住啊 对不对 你就像我们这种主播 合同在 我们播着呢 无所谓 播着呢 播了七八年了 也能熬那么一年两年的 也不怕 也无所谓的 那新的主播他起不来嘛 还是没有钱 跟他们钱不钱 没有什么关系 知道吧 兄弟们 有点摆烂那么个意思 平台都有点摆烂 是吧 太摆烂了 很多东西 我们不能说 你及时的去更新 你说 别人好的这种 应用的制度啊 这些东西 这些方式啊 我们半年 把它抄过来 缘缝不动的 搬过来 问题不大吧 对不对 同的东西 硬生生看着别人起来呀 你没办法呀 对不对 真心话呀兄弟们 以前的斗鱼 刚做的时候 那就是他妈 嚼嚼几个呀 我最早就在嘛 我太了解了 你像我们以前玩的平台 什么YY这些软平台 没有工资嘛 你来斗鱼播 他有个市场要求 他给你发工资啊 很多主播他有了一份保障啊 所以他心就在这个地方 我播的好不好 我每个月最起码 他温饱我们解决 对不对 我们当时也是看着这个东西 那时候有工资嘛 那你如果说 你这个主播有能力 你人气高了 人气合同嘛 你工资就吃得饱了 一个月一两万的工资 那这随便收个一两万的礼物 收五万了 那谁都愿意在这里播 对吧 那后来慢慢就改 工资就没了 礼物了 给你刷十万 我斗鱼抽五万 五万块钱 你交掉 一万块钱的税 你剩四万 完了有斗鱼给你 十万达到了 加零一万块钱的工资 他是这种 这种情绪嘛 还是五五分嘛 慢慢慢慢再高了 就他妈工资也没有了 啥都没有了 主播你就留不住了呀 人家别的平台就开始 你小主播刚刚起步都难嘛 你今天挣一百块钱 我多发不了你 给予不了你 你挣一百块钱 这是靠你这个主播挣的嘛 我平台五十块钱 你的五十块钱 我立马就给你 你就可以兑换 那很多主播 刚刚起步做的时候 就说的不好听点 你就像我刚起步做的时候 说实话兄弟嘛 买他妈一个 买一个手机 花了将近 三千块钱 两千多一点 一张电话卡 那时候刚户外直播 一张电话卡 五百来块钱 十一个G 对吧 那没有钱 后来就播到 你像我是 8月278号播 9月1号正式签约的话 播到11月份的时候 我还连一分钱都没拿到 那个时候就已经 直播在那边 人气都已经有了 关注也有了 厂军直播人数 可能都他妈几十万的 一分钱拿不到 完了以后就直播现在 大哥们看不下去 说 给你发个一百的红包 发个两百的红包 那个钱拿来干嘛 吃饭的 饭都吃不上了 是不是 所以你像他某印 某手 他能不起来吗 他把那些小主播 中小型主播给抓住了呀 你今天挣十块 你五块钱你就拿得到 明天早上你最起码 茶叶蛋你吃得上 对不对 你只要 想挣钱 你努力呗 你不饿呗 他总能挣得到一点 并且他速度快呀 他兑换速度快呀 豆瑜就 他把这一点解决掉 我都感觉豆瑜都 低牛逼 就跟某印一样的 你这场直播播完了 你这个钱里面就划算出来 算出来 隔一天或者隔三天 给你能兑换出来 那都香 那么不错的 豆瑜现在一个半月 像我们这种主播 而且两个月 才能把这个钱给你发到手上 那就说的不好听点 我们这种主播 在这个网络上面 吃了一口饭 剥了就是七年的 那刚播 刚以前起步的主播 你说咋播呀 卧槽 对吧 你播不下去呀 你咋播呀 你说现在做什么不要钱 对吧 你就出去 就像我今天晚上 在这里直播 你最起码住在这里面 你这几瓶酒你要买吧 那刚刚起步的主播 手上都没有钱的 卧槽 谁要稍微混得 好一点 谁会愿意去当主播吗 对不对 都不上班搞工作了吗 而且混不下去的 咱们来试一下 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做 对吧 不都这些人吗 他就是那种压工资的形式 完全 也不说什么压不压工资 很多东西就非常的成就 我知道吧 设施太老化了 该更新的再不更新 斗鱼真的是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熊猫啊什么龙猪啊 这些平台那么倒 我感觉我们斗鱼挺牛逼的吧 一人坚持到现在啥的 作为一个老主播 还是挺能理解平台 确实平台也 有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难处 我们也认 就跟我们做主播一样的 感觉到出来 但你这个系统越不更新了 你省的 省的就那可能十块八块的 你把一百两百的这种大钱就给丢了 是不是这么道理 真心就这么有道理啊 你说你压个主播 压个一个半月 有啥用啊 它有啥用 对不对 斗鱼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你敢说实话吗 我有啥不敢说实话 这都能查得到的 斗鱼上市了嘛 那上市了跟没上市一样的 你去看股票 都跌到最低了 都不能再跌了 再跌的话就要退市了 一块多美金嘛 再跌的话就直接就要退了 你不能再上市了 都快退市了 都已经跌到谷底了 刚 斗鱼股票刚出来的时候 多少美金我记得 二十来块吧 二三十块呀 现在跌到一块钱了 一块就七块钱了 一股 六七块钱了 再不能再跌了 再跌了 跌跌 低于一块美金的话 要重新来过来查 那重新来过的 我们就废了嘛 还有啥用啊 最早三十三十二块嘛 反正我就记得 二十来块还是三十来块 最早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刚刚上手的时候 我差点就入手了 入啥手 这捏娃斗鱼的人 你还不了解 斗鱼这个平台 其实它挺好的 真的 在有些方面 它还是很好的 我比如举个例子 很多这个颜值去的 这个小姐姐女主播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你比如你在某一天开始播 或者慢手开始 你这个亲戚朋友啊 包括家里的这个长辈啊 很有可能就耍得到 所以你在开直播的时候 烧里烧鸡 没飞弄舞的这种东西 做不了 斗鱼它就不一样 斗鱼呢 它是年轻人的平台 游戏平台 很多这种小姐姐来说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不错的 真的不错的 你假如说都有些小姐姐 你在抖鱼上 那你爸你妈大数据一推 你必须百分之百看得到 那你在里面指甲咧嘴的 确实不好受 但是平台还是有深度跟基础的 有行业老大接盘的话 再一直看着换发 斗鱼倒闭的真的是 我更觉得有点可惜吧 斗鱼还是这么这么久 七八年八九年了 斗鱼九年 八年多九年 相对来说能活到现在 确实是也是一波一波 跟跟关云场一样的 过五关斩流斩过来的 但是现在它已经很难了 我个人感觉 你等到二五年合同 大部分的一到期的话 可能就确实是 挺难 真心话 再到后面的话就挺难 因为很多主播合同到了以后 我们本身可能就是 因为在斗鱼直播 播了这么久的原因嘛 而大数据一推 我把某营一打开 全是斗鱼这边退下去的 那个消息机 那个荷宝啊 签叶啊 现在 萝卜呀 还经常刷到那个 弹钢琴的那个小诗啊 你为啥不像叶子一样 放下身段 搞搞户外的节目 放下身段 我身段很高吗 我身段很很高吗 这个在路上大哥 不是不是不是我就很奇怪 好了你迷你姐迷你我也在晚天天刷到 也就百来好人 百来好人 人不多 也就百来好人 也不得不咋心 名字叫 迷你长大了吗 长大了没有 兄弟 我身段很高吗 没有吧 叶子开始直播就是傻子型的 现在看来确实厉害 哎呀 叶子我就 你们还是比较可能 认可这种 叫什么 一年四季户外 然后也不用处理自己家里的这些事情 那些这些那些的 反正就是天天户外 努力户外 你们觉得就就就应该是比较不错 但但我不是这么认为 我真不是这么认为 实话呢 我不可不不不不否认这个叶子叫什么 努力啊 或者这些那些的 我不想认可 就是叶子那种直播方式 我不怎么认可 他吃的确实是 他该他该他吃的嘛 对吧 这个就是每个人心里的理念不一样 都直播的 对吧 你们那时候走偶像牌 我走个软像牌 我也并没有 我就是播我自己啊 就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叶子那种一年四季 伏年过节 不用回家 天天直播 我我我感 我个人觉得我做不了 真的 有直播是 你假如说你刚开始直播 也也有可能吧 慢慢的成成为一种工作了以后 你 没有办法保持每天都有那么的高的热情 或者怎么样 谁家里面还没有 你说 家常里短那些事情 要去处理啊 对不对 你不可能为了 这个东西 把所有的东西都抛下或者放下 你说等你有一天挣够多少钱 你把这些东西再捡回来 你捡都回来了 捡不回来了 对不对 叶子都有孩子了 是啊 他可能是一个好主播 他他绝对不是一个好丈夫 好老公 好爸爸呀 有进到做父亲的责任了吗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的思想点或者说 出发点不一样吧 我是现实生活中要解决的事情 我还是会去 该该去做就做 直播呢 工作嘛 该好好播的时候还是还是要好好的播 有的时候没办法 那就停一下 我就我方就是这么认为 狼哥靠情怀跟这张嘴能做到现在也有点本事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靠什么能播到现在 你们说靠情怀就情怀 靠这张嘴就这张嘴吧 靠颜值我吐了 喝酒喝酒喝酒 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 每个人身处的家庭条件也不一样 生活环境也不一样 有的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淡 有的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 很重 我的话家里面有事情 我就肯定要回去 该做的就要去做 钱呢该挣的也要挣 有的时候能推一下 那没办法就要推一下 就这么个意思 我给你们讲哈 你们说叶子哈兄弟们 叶子他以后的直播会越来越难播 真心话 叶老师为什么说会越来越难播 我给大家 分享这么几点 大家就能听得明白 可能有的主播 你会发现他坐在家里面 你比如说 颜值区的一些男主播 他也不做什么内容的 但是他玩这个圈子 然后呢 吃的也挺饱 为什么说麻子会越来越难播 就从他从今年 从那个叫什么 泰国 温甲拉出去那一波 过年前 那一波他吸了很多的人气 欢迎猪哥 欢迎猪哥 猪哥晚上 然后呢 当时呢 坐的也真的是户外 流量里面 我个人感觉 也可能数一数二 但是麻子呢 还是 可能 跟我们一样吧 就是老主播有一个共情 就是 不要得急呀 怕变不了线啊 怎么骚骚做动 后来慢慢很多主播 看他 跑到国外吃了红利 然后呢 都跑出去做 他就没什么优势了 他就回国 他回国了以后 跟他那个叫什么 反正就在国内又搞徒步啊 跑到贵州那边住啊 什么的云南 根本就坐不起来 然后他又没办法又跑到国外去了 跑到国外去买了个摩托车 后来 这样 文化水平有限嘛 遇个女孩子 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直播间又被封了 他现在 他的一个处境是什么 麻子一个处境是什么 他现在国内的直播 他反而不明白了 就是他现在 就即使把他的直播间打开 他在国内做以前他做过的那些吃苦耐劳的节目 啊就是 就说的不好听点 打造人设嘛 对吧 完了以后搞吃苦耐劳的 基本上没有人会再去会买他的账了 他现在只有去往国外跑 跑国外呢 他有一个点就是 不存在的因素很多 你预想不到的这种 他不像国内啊 国内毕竟啊 条件空话在那里 啊 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你只要自己注意 稍微注意点就好 国外就不一样了 啊 每个地方的制度不一样 性质也不一样了 啊 不稳定性太强了 所以 你不相信你看嘛 麻子基本上他在国内 我感谢猪哥 喜提一个三岁出份 感谢猪哥 猪哥大气 感谢猪哥 你们不相信你们看 麻子他反正在国内 在他想做以前他做的节目 除非他天天往国外跑 不也猪哥他妈21期粉丝拍了吗 啥也不说了 该喝一个 谢谢猪哥 这小娃娃这么白吗 感谢猪哥 卡卡一抽就他妈出来了 啊猪哥 这也太白了 比你主播的大腿还白 我蚊子咬死我了 还剩一罐啤酒喝完了咱们车 感谢猪哥 感谢猪哥的三岁出闻 我的腿上被蚊子咬死了 你们信不信心的吗 麻子反正在国内他也很难剥了 腿好看吗 我他妈被蚊子咬死了 他妈腿好看吗 我看这俩他妈喝醉了 摟摟抱抱的 真的不骗你们 你们不相信你看 基本上麻子 以后不出国 他不明白 他说话做事不带脑子的 现在人设有点崩了 其实麻子可能 他做的最好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 并不是说在国外的那段时间 而是他做即时直播 最早的那段时间 突然一下子 他从一个 恰恼小丑嘛 就跟我们一样 尬逼一个 突然一下开始转型正能量的时候 那段时间 人设啊 包括可能直播间里 礼物营收没有特别多 但是也绝对可以 那他可能就是颠纷起了 跑到泰国 这种都是昙花一现的 就说的抓个时间长嘛 大家都没有节目的时候 你突然跑到国外去做节目了 有内容了 大家都会跑到直播间来看 可能给你一个道理 对吧 柯岛要不让你们走得更远 我直播现在 我现在很少聊他了 很少聊 很少聊 也并不是说其他的问题 有的时候 少聊一点 是是非非 没意思 欢迎独蠢兔兔兔小宝 欢迎大哥 看到好像前一段时间 还给我打了个语音 我没看到 也没回应 很少聊了 自从去年那个事情 过了以后 也就把 有些东西看淡了 真的 把一些东西看淡了 也就无所谓 马子还是挺拼 这个比我确实佩服 这么七八年 天天在博户外 家也不用管 也不用顾 也是个狠人一个 该他吃 该他吃 该他挣 叶子还是挺好的 其实 就是人的 哎呀 叶子真的是 我感觉吃货就亏在 文化教育上面 叶子可能 如果说 稍微读个大专啊 出来的话 可能 真的是户外 直播王的男人 真心话 他有那个恒心 有那个毅力 身边所有的 这些砸碎的东西 影响不了 他对直播那个热情 七八年 还能一直保持 这种热情的 主播不多 真心话 主播哪个文化高 并不是说 文化高不高的问题 而是 很多你在直播 作为小半个公众人物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啊 这个尺度 你要在心里面 并不是说 尺度是条条广广 写在那里的 你要意识到有些话 你一听到了以后 或者说情况不对了 你就要去控制一个直播 现在这个走向 有的时候也需要关直播 但是 他心里面很多东西 他不 他根本不了解 有些前一次他跑去越南还是那里 被分调的 对吧 遇到这个 小姐姐 讲那些话的时候 他完全就没有意识到 这个就是 多多少少的 还是跟文化教育 稍微有一点关系吧 是不是这么道理 是不是这么道理 对不对 还是速度的少了一点 再稍微多读一点的话 他可能直播的路上就走得远 也能挣大钱 对吧 那你说 户外播了这么久的 哪个异地有叶子墙的呀 没有的 异地它确实墙 不个 伯格不一样吧 伯格不一样 你伯格 该说不说的 接受了这个 叫什么资本的犀利吗 层次不一样了 对不对 人家麻眨这种的 还是 没有接受这个资本的犀利吗 也不说是玩圈子的吧 就是说 毕竟曾经这个 像月皇啊 这种的 有一起做过 做过事 把你从一个 高度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度了 你不接触这些人 不跟这些人去 一起共事 你可能就达不到那么 那么个层次嘛 眼界啊 包括个人的 人这个东西 你的层次是随着你身边的人慢慢的增高的 对不对 那你说刚出大学 大家都一样的 挣点钱吗 那毕竟以前 层次不一样吧 你像你博 请大哥们喝个酒 随便一场酒 两三万的 兄弟 你叫我的话 我搞不下来呀 我一个月赚两三万 我怎么搞下来 我这个月不吃不喝 我请大哥喝一顿饭 我想的 想死我都想不明白嘛 我肯定不会去这么做嘛 两三千 可以吗 我能接受吗 所以这个就是差距啊 这就是差距啊 对不对 就这么个意思嘛 所以他把两三万的酒请 请着喝出去了 他也就能赚个二三十万 你起两三千块钱 你也就赚个两三万嘛 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嘛 花出去的多 挣来着才多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道理 层次这个东西需要身边的人去带的 你说 一个人 靠自己慢慢的创 很难 是有点数多少 是有点数多少 也不确定 也不确定 好好播的话 一两万还是你赚得到吧 要好好播 最起码保证一个每天的时长 这个是最基本的 节目不节目的稍微爆开一点 最基本的一个时长 还是要保证 出行率要保证 那为啥不赚了 事情太多 哎呀 兄弟们 等你们到这个年纪了 去了老婆了 慢慢开始要准备要小孩了 家里面 七大姑八大姨 弟弟妹妹要出家了 事情就慢慢的多起来 你的心就不会再像二十四五岁 那么无忧无虑的去做 稍微分担的 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 要十分的投入 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你稍微分心 分掉给一分两分的 就看起来 他就永远好像不够格 真的 有的东西就是这样 你们也会的 所以年纪小的时候 多多多珍惜 没办法的 一些东西没办法的 我反正还是感情动物吧 比较把这些东西看到 可能比较重一点 就这么个情况吧 你像我到了这个年纪三十二岁 我三十岁的时候 三十一 三十岁 我爷爷没了 外公没了 完了以后呢 三十岁结得红 娶了小舅妈 三十岁 娶了小舅妈 过了半年 我爷爷就没了 过了七个月 外公没了 所有的事情都跟着一起啊 没办法 他们年纪大了呀 就到 到那一天了呀 你要去吧 再完了以后 就开始 二一年 准备要小孩 家里面跟你 也没什么压力 我就时不时的问 你分年过去的 哎呀怎么 还没要小孩呀 抓紧啊 怎么样 对吧 他们说你听着 你如果不在意 无所谓 那也就没事 他问你是 我会在意啊 他就准备这些东西 是吧 你到今年了 两个人就要小孩 拼死了药 再加上个妹妹出家呀 是吧 定个红啊 你跑那么一两趟 跑过去 你不要太多 四五天的时间 五六天 一个星期 直播这个东西 你们都知道 每天播出啊 每天播出都慢慢人越来越少 你更何况一停 停他妈六七个月 啊 停停停一两个月 停个五一两个星期 也没办法呀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事情 到这个年纪了 就会越来越多 那你接下来 我跟我阿芬 小孩要上了 要上了以后 小孩开始读书 啊 一两岁 两三岁 开始读药儿园 你要尽一个父亲 该尽的责任 对吧 你的心里面 对工作的那个欲望 又开始分心 再次年纪大一点 父母亲又老了 对吧 你还是要去 你不说别的吧 他病了 你要去照顾吧 要去看吧 那你就没有时间再去 没有十分 十分的兴趣 搞到工作上面了 很多东西 就慢慢的就分心 所以有的时候 你还真别说 就二十三四岁 刚出大学 啊 到二十七八九岁 也就那么几年 过去了 真的是他妈没了 慢慢的事情 就会越来越多 是不是 所以工作就会越来越 越拉垮 就这样的呗 那你像以前做直播 父母亲四十来岁 五十岁不到 要么就五十岁 还年轻着呢 弟弟妹妹都还小 老婆还没找 反正我他妈一天出去了 操 吃得饱就行吧 穿得暖就行吧 所有的一门心思 就在这个工作上面 往死里搞的 对吧 你们也看过 以前直播的吧 就想尽一切办法 是多搞钱吗 那你 你假如你小孩生下来了 你看一下 你所有事情都要分行了 对不对 人嘛都会长大的 不同年纪 做不同的事情 不要想着把所有的事情 你都能权衡 都能给他处理的特别好 不可能 有些东西处理好了 有些东西就会拉下来 就没办法的 给你小孩一生 你等你小孩二十四五岁的时候 你就四五十岁了 人啊 一辈子 我跟你讲 过得很快的 从几十年 我都感觉我还跟初中高中一样的 跟小孩子一样的 但是你再回头看一看 是那么回事吗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感觉他妈 真的就跟昨天一样的 但没办法呀 作为一个人就要经历这些东西啊 所以啊 人间不是天堂 人间是地狱 来了就是 去应对这些 你还没有接触过的这些东西 永远的就是这样 对吧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趁着年轻多做一做 再稍微长点年纪 小孩慢慢大了 你还咋做啊 昨天我看那个 多余新闻 第二新闻 那个应该是开粉情里面 李老八的女儿去上学 李老八女儿的老师问他 粤语啊 你的父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李老八的女儿说了一句话 我爸爸是打游戏的 我妈妈是晚上陪叔叔们聊天的 然后李老八的媳妇 在群里面说我尴尬死了 确实挺尴尬 我可能以后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找他妈 问别人的小孩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我爸爸是公务员 我爸爸是老师 我爸爸是卡车的司机 我爸爸是农民工 在盖房子 都挺好 问我们这些主播的 儿子女儿 你爸爸干什么的 我爸爸一天到晚 在学校里聊妹的 你妈妈干什么的 我妈妈晚上就是陪叔叔们聊天 给叔叔们跳舞的 操你妈 真你妈 我 我 兄弟们 不是干啥 重不重要的问题 当你小孩说出来 你妈妈是晚上陪叔叔们聊天的时候 你心里面是什么感受 要是我的话 我他妈立马我就 不挣这一分钱了 我可能去捡破烂 我可能一天挣的少 但是当我小孩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做这个工作 真心话 挂不住 你们说我说的对吗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也在笑 我心里面也在反思 那如果有一天我也会为人父为人母 我小孩去学校幼儿园的时候 人家老师说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呀 我爸爸一天晚上 到了八点半 他就在那里 对着电脑自言自语 又是跳歌 唱歌 又是跳舞 还骂人 我操他妈 我绝对不干了 我干他妈个屁 我干 我宁愿我小孩说 我爸爸是个农民 在家里面种了一亩三分地 我都觉得我崇高 我伟大 我觉得说打游戏什么都OK吧 你说我妈妈是晚上陪叔叔们聊天的 这个话我说出来的时候 我就从自己小孩的嘴里面说出来的时候 内心深处真的是 五位成长 我并不是说消化李老爸的媳妇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怎么怎么样 我也是吃了一碗饭的 而是真的是我也会有那么一天 假如说我小孩这么说的时候 我真的是心里面我很难受 我觉得我很难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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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陪叔叔们聊天的我这 他妈个屁 这真他妈难受 不难受吗 兄弟吗 我太太也才不难受 难受的一批我这 这个跟邪心又不一样 邪心我是半小丑 快乐大家嘛 这个陪叔叔们聊天 这个晚上陪叔叔们聊天 这个话当自己的小孩说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内心深处 也没有办法 对吧 要生活 但是真他妈难受啊 我操 那毕竟自己小孩嘴里面说 晚上我妈 我也 很尴尬 真他妈很尴尬 我操 谁小孩这么说的 那李老板女儿说的 月月说的呀 那他说爸爸打游戏 那这没毛病吗 对吧 男孩子打个游戏也很疼 说妈妈晚上陪叔叔 我们聊天了 我操 我当时我也在想 但是我又回头想一想 我也干主播的 以后 我小孩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心里怎么样 是不是这么道理吧 这个还好啊 又不是妈妈陪叔叔们聊天 我反正我我我我当时看这个地外新闻的时候 感觉不是特别好 嗯 主播到底没什么 说陪叔叔叔 说陪叔叔你聊天 这个真的是他妈 我要小孩这样 我真的妈 我就不做了 我立马不做了 我说实话 听着不好受 我觉得我三官没问题啊 不是靠自己赚钱一点毛病都没有 做什么都可以赚钱嘛 是吧 你不能把你身上的痛苦全加到下一代的身上吧 对不对 小狼说我爸爸陪父婆了解 嗯 恶臭他妈 这不是攀比人情送礼啊 这不是那些问题的原因 啊 多少人能决定自己社会的地位的高低啊 社会地位的高低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啊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职业不分贵贱 你的思想也有问题 那如果你小孩说 我爸爸是做鸭子的 没有贵贱吗 没有贵贱吗 你的意思就是 你爸爸是做鸭子的 你也觉得很开心很荣幸 我爸爸做鸭子养活了我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这么道理 是不是这么道理 对不对 你不 你不 你不卖钩子的话 你做其他行业 挣不了 那个钱吗 就挣得少一点而已嘛 对不对 这又是不良的价值观嘛 在我看来就是不良的价值观 我们 不一定说 每个人做的事情都是正能量的 或者是 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 祝人为乐的 对吧 但是 不好的东西它就是不好的东西嘛 这没毛病嘛 不是说都是为了生活呀 那 也有街 街头要饭的呀 也有做乞丐的呀 对不对 这不是那么个道理 不是那么个道理 绝对不是那么个道理 不能说毫无那个 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也不是说什么攀比心理 你爸爸是做公务员的 你爸爸是做律师的 就高人义的 我爸爸做农民工的 就敌人义的 不是的 我们 剩下的对这个社会 有贡献的就可 那你说 我爸做鸭子 我妈做鸡 做鸡的 那你这个绝对是肯定是不对的 我个人看来是不对的 就跟这个是一个道理 对不对 那做农民 做农民的 或者说 我干建筑工地的 我也没觉得比他公务员差呀 对不对 我靠我自己的劳动 没毛病嘛 是不是 这个没毛病 并不是公务员就好啊 或者什么 这跟攀比没什么关系啊 而是当自己的小孩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你就要认清楚 这其实已经是有问题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吧 绝对是有问题的 你要引导这个小朋友 最起码的 不以你为荣吧 但也不能以你为耻啊 卧槽 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道理 对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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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浅谈一下 那既然我们做父母的 做不到就说 哎呀 我有一个这么好的 怎么怎么样的爸爸 以你为荣 那我们也不能说 以你为耻 那就 这就是三观的问题了 对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 人格有这 我也是浅谈一下 因为我自己看主播的 当我听到这 我并不是说 去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而是我也在考虑我自己 那以后我也会 有小孩 对吧 所以有些东西得考虑一下 喝一个 喝一个 M哥 在这一点上 你的思想 跟我的思想 我不敢沟通 我还是觉得 我 我的三观没有问题 你可能觉得 你的三观没有问题 人格有这 每个人的这个 接受的层次不一样 经历的东西也不一样 是吧 所以说 对于这一点 你的思想 我不敢沟通 我依然坚持 我自己的想 所以我们就是 唱出预言 我也没有去说服任何人 就是 我认为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说出来 可能大家也有会 也有大家的想法 跟意见的 很正常 每个人接受的层次不一样 处理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前女友逛逛 哎 逛逛在抖音 没直播了呀 倒闭了吗 是吧 那段时间 我吵 两点了嘛 哎 行了兄弟嘛 我喝得差不多了 啤酒喝了五个 牛逼 要熟悉东西 回家睡觉了 不聊了 不吹了啊 操管他妈进来 聊两句 操管进来 没意思 灯也黑了 手机也没见了 放一下东西 水浇 就会做的 有人做的 嗯 一边 什么 what 好 雨 快 是 不会 最后 煮 好 我走了 回去了 走了 走了 回去了兄弟吧 明天再骂吧 明天再争吧 这一天天 我是地球的 你们说的都对啊 直播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百花齐放的 你可以讲你的人生格言 我可以谈我的人生道理 我们都有不足 没有一个人是实权实美的 生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来 就是想让它变得越来越好 怎么样才会越来越好 就是各输己见 同样的一件事情上 有不同的问题出现 说明在进步 如果所有的东西被同质化了 大家都满意 都同意 那也就差不多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顶峰相见 好吧 加油努力 等有一天你们成为马云啊 王健林这样的人 等有一天你们成为伟大的哲学家 思想家 你们说的话都是道理 现在你们说的话都是放屁 好了 别睁了也别吵了 闭上眼睛 早点休息 明天啊 太阳还是从东边升起 好不好 讲那么多没什么乱用 改变不了什么 下了 幸好不好了 拜拜了 明天见 又是欣欣向人的一天啊 兄弟们 换了什么直播设备 明天整 明天再给你们看一下 睡了 兄弟们 还有这么一大车的东西 要拖回去 今天直播设备有点多 这还是拿上去了一些 太多了 啊 哦 拜拜 拜拜